台湾作为亚印太地区 战略前缘民主前线的关键地位 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 而出现任何的变化 我们作为民主国家 很清楚知道民主的真定 也尊重美国人民最后的选择 这阶段美国主流民意 对台湾的支持是相当稳固的 比方说今天早上 美国再次释出对台军售的讯息 这也是2017年以来 第十次的军售的决定 和我们知道军售需要 美国参众两月的批准 这也说明了 台湾强化自我防卫能力的决心 是受到美国两党的权利的支持 这也证明了台湾作为亚印太地区 战略前缘民主前线的关键地位 不会因为选举的结果 而出现任何的变化 还有近期以来 除了和执政的共和党来往 我们也争取跨党派的支持 民主党也透过各种管达 来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这种种现象都显示出 支持台湾是美国主流民意的趋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